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一定布满了星光 成年人的爱情 有时一个眼神便能点燃 夜宵散场前 我和关强互加了微信 在线上聊得热火朝天 开始第一次的线下约会 约会之后 我俩便成了正式的恋人 彼时的我 27岁 在老家这个六线小城 是一枚妥妥的大龄圣女 不是我不恨嫁 也不是没人追 只是我不想将就 关强比我大一岁 她的婚姻观和我一致 纵然父母再催得紧 她也不想随便娶个 没多少感觉的女人为妻 我俩谁也没有料到 两个不想对婚姻将就 蹉跎到快奔三的人 这一相遇就像风儿遇到沙 爱得缠缠绵绵 一个非君不嫁 一个非亲不娶 关强家是没什么意见的 因为我的条件 让她家人没什么可挑剔 但是关强的条件 却是入不了我母亲的眼 母亲嫌她职业不好 因为她是名长途货运司机 母亲说关强这工作兴致 三天两头不着家 我要是嫁给她 以后一定会吃苦 还有每天还得提心吊胆 担心她的安全 这样的男人长得再帅 对我再好也不是良配 陷入在热恋里的女人 哪听得进去父母的这些话 我只想抓住眼前的幸福 最终我用了闭门绝食的方式 让母亲妥协了 关强得知 我为我们的爱情能修成正果 连生命健康都不顾 感动的紧紧抱着我 在我耳边深情的说 她一定会让我幸福 我和关强的婚房 一半首富是关强出的 一半首富是父母帮我出的 为这一事 我那小心眼的嫂子 还和我哥吵过嘴 冷过战 不满我家 为我这个泼出去的女儿 花太多的钱 母亲私底下 跟我唠叨这事时 我嘴里数落着嫂子 眼里却浪现着笑意 我的生命里 有爱我的父母 有相爱的种老公 我觉得自己 简直就是天底下 最幸福的女人 然而 结婚没多久 我便体会到了 母亲之前所说的话 你要是嫁给关强 以后一定会吃苦 和关强谈恋爱时 我们并不能天天见面 但是我那时 并不在意这点 反而还觉得 两三天 或者是三四天 见一面挺好的 因为小别盛心欢 何况关强 每次跑完长途 回来见我 总会带一些小礼物 这样的恋爱模式 对于我来说 挺享受的 但我没想到 恋爱升级为夫妻后 心态是会随时变化的 婚前我住在娘家 家里一大家子人 我从来没有体会过 孤单的滋味 婚后 家里只有我和关强两人 然而 她又时不时的不在家 这样的日子 让我很不适应 我时常感到疑惑 结婚到底是为了什么 难道是为了体验孤单吗 为什么男人一结了婚 就不带对女人 如婚前般 那么用心了呢 在我的心里 已经开始隐隐 有些后悔 结婚后 我怀孕了 孩子的到来 填补了我内心的一些失落 但这也让我对关强的职业 越来越不满 我对关强说 别干运货这行了吧 换个工作吧 关强不肯 他说 开车是他的兴趣 我说 那可以在室内开出租啊 但关强还是不肯 他说 在室内开出租 就像挤牙膏一样 每天一点一点的挤 他不喜欢这种赚钱模式 一个男人 不肯为自己的老婆 做出丝毫的妥协 我开始有点怀疑 他是否真的爱我 但是 木一成中 孩子都怀上了 我只好努力说服自己 先这样凑合的过吧 说不定 等孩子出生了 关强会有所改变 我的小家 跟我娘家 只隔了几条街 怀孕次之后 我时常回去吃中午饭 跟母亲唠唠嗑 打发下孤单的日子 自从我嫁给关强后 母亲倒是再没说 什么负面的话 反而 当我对关强有怨言时 她还总是反过来 劝导我 让我不要再想着 老公不好的方面 得多想想她好的地方 这样两个人的日子 才能越过越好 有了母亲这个调和计 而且关强每个月赚的钱 都会主动上交给我 我的孕期谈不上 过得多么的开心 但也算是过得比较宁静 而安稳 儿子出生 婆婆从乡下过来照顾我月子 但月子一满 她不顾我的挽留 一天都不愿意多待 迫不及待的要回老家 说不放心家里的鸡和猪 还有地里的庄稼 婆婆放心不下自己的家 母亲要帮哥嫂带孩子 而关强大半的时间 都是在外面 带孩子和家里的琐碎事 几乎都是我一个人来承担 日子是一天天的过 孩子是一天天的长大 我终于越来越深刻的体会到 嫁给关强这种时常不在家 在家也是甩手掌柜的男人 真的苦 真的累 我的脾气 在丧偶式带娃的生活中 变得越来越暴躁 无论是关强还是儿子 他们有一丁点不如我意 我总会忍不住大发雷霆 儿子因此挺怕我 关强每次回家 也总是显得很疲惫的样子 和我的话变得越来越少 只偶尔逗逗儿子时 才会多说几句 也才会勉强笑一笑 为了孩子的身心健康 为了他能快乐成长 我不是没有反省过 主动要改善我和关强 这种半死不活的夫妻关系 但是我每次产生这个念头之后 只要他又出去跑车 又很晚才能回 或者是一整晚不回 我先前所做的心理建设 都会瞬间崩塌 我每天根本控制不住 不发火 不抱怨 爱情在我和关强之间 早已悄然不见了踪影 已俨然成为了鸡肋般的婚姻生活 一直持续到儿子两岁多 一天我带儿子回娘家吃中饭 在饭桌上 我又忍不住埋怨关强 说家里的事 他啥都不管 每次回来就是葛又躺 嫁给他就像没老公一样 我埋怨完 父母还没开口说什么 嫂子倒先开口了 他阴阳怪气的说 妹夫再不好 当初还不是你自己要死要活的 非要嫁给他的 现在能怪谁 嫂子的话 让原本就攒了一肚子的委屈和火气的我 瞬间就迸发 我毫不客气的怼他 我嫁给谁 是我的事 轮不到你来说我 我对嫂子不客气 嫂子对我更不客气了 他不顾我父母和哥哥在场 毫不留情的回道 你嫁给谁确实轮不到我们来说 不过你成天在这个家 说些让人心情不爽 吃饭不痛快的话 那就得轮到我来说 你自己问问 爸妈还有你哥 谁喜欢一遍一遍的成天听你发这些牢骚呀 大家耳朵早就听出简子了 只是不好意思说出来而已 你呢 还一点都不争取 我要是关墙 我才不会娶你这种怨妇 嫂子像机关枪一样 一顿噼里啪啦 毫不留情的话 让我更加恼羞成怒 火冒三丈 我和他对骂了两句 父亲突然啪的一声 将手中的筷子重重的放在放桌上 低吼道 这饭都别吃了 吼完后 父亲起身走出客厅 重重的关上了大门 哥哥随即吼了嫂子一句 你就不能少说两句 嫂子可不怕哥哥 而且一听到哥哥的话 反而更来劲了 他朝哥哥讽刺道 你们家养出来这样一个讨人贤的怨妇 还把气撒在我头上 真是有意思 此时的我已经形容不出 心里到底是何般滋味 只有一个强烈的念头 在了上方 那就是我今天 一定要跟眼前这个女人 痛快的打一架 这天本来是一个阳光和西的日子 而我家爆发了 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战争 我当着母亲 哥哥 儿子和小侄子 小侄女的面 用力的甩了嫂子 一个大嘴巴子 嫂子反应很快 不甘示弱的 马上就还给了我 我们在一起扭打了半天 两个人都劈头散发 衣服都被扯破了 脸都被抓花了 才终于被母亲和哥哥松开来 母亲看我们闹成这样 哭得老泪纵横 不停地说 作孽呀 真是作孽呀 哥哥终究还是护老婆的人 他搂着 哭得梨花带雨的嫂子 对我一脸厌恶的呵斥道 你以后 还是少回娘家 而我的小侄子和小侄女才几岁 看着我这个姑姑的眼神里 竟然充满了仇恨 还有我的儿子 他的脸上 眼泪和脾气早已呼称了一团 姑姑单单地站在一旁 小小的身子不停地颤抖 望着眼前这些亲人的面孔 我心里一阵刺痛 没有人挽留我们 我粗横地抱起儿子 狼狈而悲怆地离开了娘家 从娘家到自己小家的这一路 我的泪水就如断了线的珍珠 我不知道 我只是结了个棍 生了个孩子 怎么就从一个活泼开朗的女孩 变成了如此糟糕 连家人都厌弃的怨妇 泼妇 下午 儿子在卧室睡觉时 我独自坐在厅里的沙发上 细细回忆着婚后的种种 回忆着今天在娘家 那些不堪回首的画面 我觉得 自己失败透顶 活着很没意思 我的目光不自觉地 落到了茶几上的水果刀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我很自然地拿起它 不疾不许 不轻不重地 往自己的左手腕划了一刀 鲜红的血顿时流了出来 我没有感到任何的痛痛和恐惧 只觉得刀划过的那处皮肉 一阵凉意 就如婚后这几年的观音 一把摸上去是凉的 也许是我命不该绝 也许老天心疼我年幼的儿子 失去妈妈很可怜 原本在信息里说 晚上九点左右才能到家的关墙 这一天竟然提前了几个小时回来 他风尘仆仆地回到家时 儿子正在卧室里酣睡 而我闭目靠在沙发上 血染红了浅紫色的沙发垫 我并没有睡着 只是觉得极度疲惫而已 观墙急切地叫我 用毛巾把我的手腕包扎起来 送我到医院 全程我都知道 去医院的路上我流泪了 我能够感受到眼泪化过皮肤 使得湿润和滚烫 我的手腕缝了丝针 帮我缝针的医生 解开被鲜血浸染的红毛巾 时惊叹了一声 他说我对自己下手真狠 只要再深一点点 就割到大动脉了 冯婉珍 观墙陪我坐在医院的走廊上 休息的时候 我娘家所有的人都来了 也把我儿子带来了 但我没有搭理他们 没有说一句话 最后他们又全部 兴兴地走了 我其实不是对娘家人有怨气 而是对我自己有怨气 我不知道该用怎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自己 观墙休了假 专门在家里照顾我和儿子 买菜 煮饭 洗衣服 所有的家务他都承包了 还有洗脸 洗头 洗澡 也是他帮我 他长这么大 从来没有煮过饭 所以厨艺其差 每天不是把菜炒焦了 就是盐放太多了 但是很奇怪 这么难看又难吃的菜 平时挑食的儿子 竟然每餐都吃得很开心 在饭桌上总能听到他和观墙的笑声 而我在他们父子俩的笑声中 竟然总是不知不觉就吃完了满满一碗饭 整整一个月没怎么说话的我 脸上的表情随着心情开始有所放松而放松 见我情绪有所好转 这一个月 心思又变得如同婚前一样细腻的 观墙 主动跟我认真地谈了一次心 他说 他之前一直觉得我不上班 在家带着孩子 娘家又离得近 可以经常回去 家里的钱呢 又在我的手上 可以随花 觉得我的日子应该是过得很轻松自在 毫无压力的 但这段时间 他每天做着我平常需要做的这些琐碎事 买菜 煮一日三餐 洗碗 拖地 收拾垃圾 陪孩子玩 给孩子洗头 洗澡 洗家人的衣服 还要整理孩子的玩具 每晚给孩子讲绘本 还要及时地添置家里所需的日用品 等等等等 他才体会到 原来我每天有这么多事要操心 原来每天做这些 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琐碎事 既费体力 也费心力 真的比上班还累 而他却从来没有试着站在我的位置 去了解我 体谅我 还一直觉得我越来越矫情 越来越难相处 甚至我这次闹自杀 他最开始还觉得我是小心眼和嫂子置气而已 现在他才明白 嫂子只是个背锅的 他才是这个婚姻里只舍得交钱 却利涩于交心的老公 才是罪魁祸首 官强说 他想明白了 没有什么比一家人平平安安 快快乐乐的在一起 更重要 他决定不跑长途了 以后就在室内开开出租 这样他每天可以接送孩子上下学 我也可以找个班上 他还说了一句充满文艺的话 一个男人如果不能让老婆感到幸福 任何远方的风景 对他来说都黯淡无光 毫无意义 官强的话让我热泪盈眶 我想起了他在恋爱时 曾告诉我的 他之所以喜欢跑长途 是因为喜欢奔驰到远方的感觉 喜欢看远方不同的风景 如今为了我们的家 他做出了反思与让步 我主动伸开了双手 轻轻抱住了眼前这个熟悉的男人 靠在他厚实而久违的肩膀上 我决定 与过去那些糟糕的光阴和解 与左手腕上的这条伤疤和解 我知道和解才是一条通往心智成熟的路 才是一条能让自己和家人生活的幸福的路 这夜的窗外月色如水 有两道动容的泥男声 不约而同的响起 谢谢你老公 对不起老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分享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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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